Leo聊世纪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来看维京人对上凶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9点钟方向的蓝色玩家维京人 维京人的特色是他的轮轴跟手推车技术 都是免费的 不需要资源消耗 也不用研发时间 省下来的时间跟资源 可以更快的拓展这个经济 所以维京人他的经济是游戏里面最好的文明 但是他的科技路线就是有点缺乏 没有这个火枪兵 也没有骆驼 甚至这个马铠 没有三级 品种 跟踪技术也没有 主要的部队是要靠强武加上金冠 狂暴战士帮才会比较厉害一点 甚至没有马弓 连拇指环都没有 维京人的步兵是血量比较多的步兵文明 所以主力还是要围绕在维京狂战士 或是强龙身上 骑兵为辅会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凶人的文明特性 凶人的文明特性是开局使木头简易版 但是房子直接到满 可以看到200人口直接给你最多 大大大大大人口 那现在看到凶人呢 他的游侠是全满的 大洛马也是 整体来说他是走骑兵路线会比较适合 那他最适合的东西呢还是马弓 马弓路线是有八折优惠 第六个时代 城堡时代是有九折的 所以他在马弓的成型上的压力是更小一点点的 但是他的缺点呢是没有三级的弓箭铠甲 所以也很害怕对方强龙对射的一个状况 就是很害怕占毛病 所以凶人来说马弓路线是必须的 但是马游侠路线可能还是可以把对手一举秒杀的好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地图 那目前看到凶人的地图右边有两块黄金 那这两块黄金看起来是OK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比较偏内侧而且是偏后方 对手围巾人要过来骚扰是要进入这个地段 这个地段只要这边插一根城堡 或是这边插一根堡 骚扰对方阔阻对方过来 就可以守得住了 那整体来说他的主金是比较大问题的 比较偏外侧一点 但是如果往外围一点 这样子围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再围过来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围巾人这边 围巾人小V 围巾人后面是五黄金在后方 相当好 果子的话偏右边一点 但是不是正面还好 正面的话也可以轻松围 没什么太大问题 地图来说也是不错的 但是问题是这块黄金啊 偏战场中间啊 那个偏正前方 而且对方还有一个高地优势 那左边这块黄金也是 也是在偏高地位置 也不能盖城镇中心 防守下来的话 还是只能这里补一个TC 或者这里补个TC哦 这里好像不能盖 只能盖这个位置 然后去踩这个矿 可能会比较好 好那凶人目前是点下了封建时代 封建时代现在已经补下了军营 OK18P点下 这里是没有投资部 好没有投资部 对方围巾人 这里是野莓投资部 好两边都是一个正常的血量开启 好凶人这个围巾很特别哦 直接放弃自己的主金 然后可能要来挖后面的附近 的一个想法 那这边可以打成这样子围过来 后面就可以围好了 好直接补一个马厩 这里开始拉木墙吧 好拉木墙 OK拉木墙 这边抓一只村民 应该是难抓 没有抓掉 好肉马出发了 现在两边都在努力为家 好这边肉马两边对张看一下 这边肉马应该是凶人 现在是烈士 围巾人的肉马出的比较快 好两边对打一下 好现在双方拉开 好看一下围巾这个围法是怎么样 哇超级大围家 直接把这些主金给围起来 好地形太烂 他没有看到这里可以围 这里可以围可以轻松围 但是这里还是有个洞 好像也没动哦 这个好像有贴品 贴品这个地图的边边角角 哇这个围巾人 要是有看到这里 直接把这里围死 就舒服了 好 人死这边有点尴尬了 现在经济 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围巾人呢 还是有免费轮轴技术关系 目前还是领先 好这波两边的马 都在你看我看你 应该是你绕我绕你 这边要打了吗 想要收残屎肉马 有点困难 这边还在玩追逐 现在两边都是在 沙漠慢跑 沙漠慢跑 你跑我也跑 好来看一下这波 有工兵出来了 我已经能转弓了 好这里有为好 没有什么问题 好 重去 腔兵肉马又在追了又在追了 腔兵过来 有机会吗 没有办法 但是 围巾人这边的肉马 一直被敲掉血量 好 熊人看到你转射箭场 马上就补了一个射箭场 转了毛病防守 防守方面 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围巾人点下城堡时代了 城堡时代一补下 就可以马上获得轮轴技术 还有这个手推车 那城堡时代一上去 3TC开农 每个村民一开始就有推车可以用了 好就可以老汉 开始用手推车了 好那接下来 这只肉马 敲掉这只肉马 残血的 哎呦 拿下 漂亮了 这波工兵被砍烂 好 这波枪兵 戳戳戳戳 哎呦戳掉几匹马 工兵想要上前帮忙 但是这波工兵应该是能轻松拿下了 好 一起射补下 枪兵在后面一直想要嘟 嘟到了就舒服了 哇但是嘟不到 后面的三个毛兵直接头毛头烂 围巾人 部队全灭 凶人拿到绝对性的优势了 好 但是是肉马配毛兵 所以进攻能力并不是那么的优势 到了城堡时代 还要考虑要不要整个战毛兵 好 那凶人还是点下了品种 以及挖金工兵铠甲 收了一个 比较 好 这个 全方面的路线 那很有可能是先转战毛 马攻路线 不会第一时间去按 好 那还顺先按支骑士 去防守 或是战毛配马攻 好 都是可以预见的 好 那 卡莎这边是点下了二级射 好 凶人点了 那维巾人 是点下了二级射 奴兵 还有二级伐木 好 两军待会就要相撞 现在这一拨 弓箭手 数量有点多 七只 来到八只了 因为只要七到八只 只要贴到对方的村民 就是一发一只了 好 所以这边要小心 不能让对方过去 好 从容这边防守做的很不错 所以我掌握到敌军的动向 好 但是他要来看到骑士咯 骑士来了 好 这一波两边对抗 战毛兵 输出 但是先砍掉战毛 完了 这里完全没有军队 可以抵抗这些骑士 战毛兵 二级射 稍微能打骑士 但是伤害并不高 好 再投矛 围进了没有点马凯 骑士 有点馋 真是突兀了 骑士还是被头毛给抖掉了 好 那现在 凶人还是可以继续进攻当中 后面补下了3TC 维基人则是点下了2TC 但是现在被公兵 被这些骑士给追杀当中 头毛 在后面继续往后拉打 后面补了一些骑士出来 但骑士也是因为没有 这个骑兵铠甲 外公兵射有点痛 好 但是现在补下了3TC 只要时间拖得越久 对自己的优势就越大 凶人这波骑士 一定要慢慢的消耗掉 不要一次送光 好 3TC补了 好 围进这里也是3TC 那可以看到 这边围进人的支援量 还是遥遥领先 好 投资车砸一发 看到投资车 两边要小心了 好 这样子两边应该是 会有点疑虑了 本来投资车过去想要压制 但是看到这么多骑士 有点有压力 因为有可能骑士会直接 正面冲锋突破掉 冲过来了 果然还是冲了 两边直接对撞 此事直接上去 把投资给拆了后面的生女 遭响到一只骑士 哇 这一波 战毛兵 非常有压力 哇 又抽掉了一只工兵 好 点下了一级马凯 这个马凯 比较慢完成 好 完蛋了 这边骑士数量其实不够的喔 这边直接硬撞 违剑是会赢的 而且有一级马凯了 战毛兵 其实打不太动了 好 这一波战毛要送光了 卡莎这一波 误判行事 这个 兵 只能送光 好 这一波应该是没了 凶人 这里 只能补下马攻 战毛兵 没了 让我们转 这个马攻 反正我3TC也满满起来了 但是经济喔 违禁人一直是领先的 村民素赢 TC素是一样的 TC赢 科技上也赢 凶人这边要很小心喔 这个二级伐木 跟二级农田 还有这个轮走 这个机会补下 二级农田 可以到地面塞再点 也没问题 但是这个二级伐木 一定要补 好 已经补下了 那现在轮走 还没有点 现在投石车过来 拍了吗 哇 一村拿下 第二村 有机会吗 马攻 砸了一下 马攻 稍微 压制回去 这一波有冲进去吗 没有 提示被挡在城门之外 没有太大的问题 马攻现在要等时间 把自己的马攻数量续起来 接下来防守 就会轻松许多了 而且这边是4个射箭场 这个马攻是爆的真的快 来到数量10只了 加上外面野外的数量 看到这一波 在脱石上面是低打高 高打低 诶 残血活下来 很快先顶掉 OK 还好 没有让他再多头一发投石 好 那现在 这一波兵力 那是这边 拉马攻 走 诶 想要跟对方攻兵对射吗 但是有在射前面骑士 低打高压力很大 傷害一直很低 往上直接开射吧 全吃 OK 这波全吃 看来是没问题 好 搞定了 凶人这波拉马攻 拉得很漂亮 好 微技能 损失了自己的所有部队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 经济的部分看一下 经济的部分 现在是4TC 准备开下去的 那凶人则是在帝王四代前 点下了二级 农钱 想要让自己的经济更好一点 可以点下了轮手 但是微技能经济 依旧是领先状态 领先了3000多 像刚刚那一波交战之后 凶人把自己的经济劣势 整个都打回来了 所以 微技能这边要再想办法 如何挡住这一坨兵力 最好的办法 还是直接转大量的工兵了 4射箭场 分对方出 工兵就对了 好 4个射箭场 OK 但是现在工兵也不能出太多 因为出太多 待会地勇士在很难点 而且现在也没弹道学 对方这个抖动就可以秀对手了 哇 这个秀好秀满 好 直接顶掉后面的马弓 马弓数量开始变少 站到雪中鼓下 哇 马弓死了一些 果然 凶人 还是害怕 工兵的 好 这里拿村民去打架 好 马弓 到左边 弓箭手 就 不敢离开这个位置 怕一离开 就冲进来 四个一波 掉虎离山之际 好 看到虎在左边了 这边可以确定走了 好 这边是控兵细节 为什么他不第一时间过来左边救 就是怕人家就绕回来 继续骚扰你 这有一些细节 大家有时候看不懂 为什么他不这样做 其实他都有他的想法在了 不然被 掉走了 就尴尬了 好 那现在 马弓 数量来到了17只 好 后面 补下了一个伐木厂 再让村民在这边伐木可以射死 好 叶永世代 两边都点了 现在 游戏时间来到了34分钟 好 后面补下了一个防御箭塔 我竟然开始使用自己箭塔防守 但是自己充电还射了一发 看一下情况 好 里面的情况是 转了一些战毛兵出来挡 但是这个毛兵是 还没升级战毛的 你的战毛升级在哪里呢 十三只的毛兵 哎 这个毛兵升级 哎 最后还是招枪到了一只马公 好 家里经济算是ok 123村 对上109村 村民差距 来到了5000资源 5000 5000 有点多啊 这个5000资源 好 马公 现在往前点掉了一村 两边打的是非常非常的 謹慎 两边都不敢群举妄动 都想要等到帝王实战 好 那应该不会开打了 等帝王等帝王 好 过来压一根城堡吗 但是这个城堡怎么一直没人过来盖 好 才刚出门 可能会有点太慢了 这根堡不能盖这了 要取消 要盖也是盖后面这里一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太靠前了 虽然能盖起来很赚 但其实是要盖得起来 好 绝对往后盖 盖得更保守 盖后面一点 好 好 那现在帝王实战典下 强奴 狂战士邦 来了 这样强奴的伤害可以高达11点 跟一个重装马公伤害 没什么两样了 好 强奴伤害最高的文明 维京人 已经出发了 但是没有母子环的问题 将会成为烈士吗 好 那现在凶人点下了三级射 但是我们刚刚开头提到 凶人没有三级的弓箭铠甲 到帝王实战跟弓兵对射的情况是非常劣势的 好 即使你出战毛兵也一样 战毛兵的防御率 没有三级射只有6点 那维京人这边总共是11点 所以射一下还有5滴 这就意味着呢 射这些战毛兵只要射7下 就可以死一只了 好 一只弓兵射7下 这个战毛兵就能倒地 好这两个共产器制造手 待会找个机会点掉 这里先补下了一个板架 还有球掌科技 竞技还是打好之后斩出了铺兵 现在是要走维京狂战士吗 好战毛兵反击效果还不错 强奴现在有点难打 一些伤害都打到了这个剑主身上 战毛兵一直在头毛投掉了一堆强奴跟毛兵 好化学也补下了 两边到地龙时代 40分钟 终于开始工程 好拇指环补下了 通了四样这一波 走拇指环 射击出变快 尾竞技能重点是要把这块精力拿回来 好球掌科技点下之后 所有的步兵对骑兵单位 都有这个额外增上的效果 而且打村民喔 也会有这个 获得黄金能力 掠夺能力 但是尾竞技能现在用步兵打到对方村民 现在是有点困难 好那现在 这毛兵就有点白给 但是没关系 后面的工程依旧继续当中 只要工程不断 前面的兵松一点 无所谓 哎呀 但是这里 左边的马弓要是送光就尴尬了 左边的马弓一直一直的被点掉 好 维京人点下三级的工兵牌甲 维京人正面的枪兵数量越来越多 有想要转剑兵勇士吗 还是要转个 维京狂战士呢 好 但是这边巨型投石机 还在努力的制造当中 现在两边都在疯狂修理 这个巨型投石机 右下角这一台巨头 还没有倒 上方这里巨型投石机也在打 正面的战场 右下角巨头被打爆了 正面巨型投石机还在攻城 好 后方这个二级攻也点下了 好 直接进入到了城堡的射程范围里 好 墙兵一直一直的慢慢倒下 城堡的伤害实在是有点高 强奴也开始射破了 这边战茅防线 战茅兵开始有点挡不太住 OK 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拆光了 左边那一坨马公 遇到石墙 还是没有办法进去 维京人可以专心进攻这个区 好 墙兵戳一下 拿下了 都拿下了 好 后面的聪明一直在修理 能够拿下吗 好像拿不下 这个都被修回来 好 这里点下了金罐和银罐掠夺者 难道是要走达拉汗骑兵 凶人这边转达拉汗骑兵 这优势呢 是比一般的游侠 远防还多一点 远防高达8点的一个骑兵单位 但是基本伤害比较低 但是对剑植物有额外增上的效果 凶人的保兵单位 打拉汗骑兵 准备出发了 好 那现在 手势车 也补下 这时候踩点 金罐已经被拉开了一大截 7000多的资源差距 好 这边果然是走剑兵系 走剑兵有事 血量是真的多 好 72第一血喔 好 这边双手剑兵 升级上去 伤害再突破 并12加2 直接砍烂正面 我已经能转剑勇 凶人就要大难临头了 因为这边剑兵有事 也可以获得酋长科技的效果 正面突破骑兵单位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凶人这边看到 打拉汗骑兵可能就不能做太多了 马功可能还是要变成自己的阻力 但没有问题 凶人的马功是八折 但是前面已经耗了这么多黄金 后期还有黄金可以用吗 这是对于凶人这边的极大问题了 因为马功的消耗 肯定还是比剑兵有事 还要更贵一点的 这是上方的黄金野鸡 凶人一定要找到 不然这个团战可能难打了 好 危机人现在是至高 居高临下 这边打伤害打得很好 打掉了非常多的马功 上面这块黄金 赶快来挖吧 凶人 现在很缺金 好现在正面非常大量的剑兵勇士 好三头剑兵 还没升级 可以点剑勇了 好剑勇点下 危机人开始突破 凶人的防线 甚至连纵火技术都补下了 OK危机人这边经济非常大 好 凶人这时候才点下跟踪技术 愚然你在雷啊 你帝王时代4 7分钟点下跟踪技术 跟40分点2集射 没什么两样啊 哇 好雷啊 哇 这个 人是打架打过头 有时候会忘记补科技啊 这难免难免 每位职业选手都有出现这样的失误过 并不是顶尖高手就不会失误哦 顶尖高手也是人 也是会失误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7只打拉和骑兵 想要从后面包偷 或者是去偷一下巨型投司机 正面的战毛兵数量有点卡不太住 打拉和骑兵打这些战毛兵效果非常好 好 打拉和骑兵有机会摸到巨型投司机 但是现在是走一个多线操作 好 打拉和骑兵找到一个洞 完蛋了 火把要丢起来了 拿火把打人 火把的伤害还不错 好 马公上来 想要收掉这个巨头 有机会吗 点掉了 但是失了很多城堡的伤害 好 正面开始有点挡下来咯 现在家里有点受到骚扰 还好里面还有一个入门 家里好一些枪兵开始防守 现在枪兵能够锁住家里的问题 应该是不大 错的伤害枪兵还是很高 那维基人呢 他依旧还是枪兵血量最多的文明 他的枪兵有66点的血量值 还是挺可观的 好 这波 往后拉 现在战毛兵 还是有出一些 但是重点下了重装马公 好 上面的黄金正式大量开采 好 围基人也准备好了 你要来攻募决战了吗 我这边有大量枪兵 但是我有安息人战术 修人表示我不怕 安息人战术对枪兵就是比较好打 围基人现在没有继续抱大量的剑兵勇士 强奴部分可能还在需一些数量 选择了中头的升级 中型投石车想一举拍掉凶人大量的马公数量 好这里用强奴跟战毛兵 快马公 换了几只 前面的枪兵想往前戳 差一点不要戳到 等往后拉走了 问题不大 后面的投石车 工程工程师也点下了 中头准备诞生 好第一台投石车 已经来到了40% 那这边修人应该在想 是冲车还是投石车还是奴炮呢 因为围基人他是有大冲车的文明 他是转冲车的话 这边正面防守就很痛苦了 好所以这边 凶人也是选择了冲车 想要正面跟你督根 互撞的感觉 好结果没有想到 我已经这边准备的东西 不是冲车 而是投车 那冲车这边就很尴尬 冲出去还会被投烂 所以这边凶人 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呢 还在按装甲冲车 凶人他也是有大冲车的文明 两边都是 但是围剑人的冲车呢 是有工程工程师的 工程部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马公现在开始黄色 射掉了一堆战毛 投车出来之后 凶人的态度会转变吗 会停一下冲车吗 没有要停 哦 砸到了一发 这一坨 投车被点掉 当然一发来得及出去吗 没办法 凶人这边的马公虽然实在太庞大 但是枪边这边也是顺利戳到了几下 解决掉了一些马公 好 现在冲车 数量要囤起来 有点困难 慢慢囤吧 先点下了一个大落马 冲车要全部用完 还需要一点时间 好 围巾人点下了三级 伐木 二级农田 也可以稍微补一下 好 点了伐木科技 农田科技 却没有去double check 有点可惜了 不然围巾也是有三级农田的 木头消耗量就不会这么多 好 墙面过来 搓一下 好 搓光搓光 直接 搓掉 但是自己还是被打掉了一台投石车 好 围巾人点下了堵 强科技 直接建起万里长城 好 把自己家里守得密不透风 那这边其实还是有开口 好 那这边有分城堡 还暂时没问题 OK 决战来到了 游戏时间 55分钟 两边的搭配组合 是冲车配马 攻大落马 围巾者是 中投剑勇配强奴 还有一些枪兵 走的还是 布弓 护兵跟工兵 加上工程器的一个路线 好 大通车现在已经升级上去了 冲车大将军 凶人也准备好了 好 现在投石车 开始在砸 但是这里冲车好像有机会可以顶到 中投 中投 你没有空 直接顶到了一发 野法也顶到 冲车直接被砸 哎哟 后来下面的投石车 直接砸到了大量的冲车血量 冲车可以再来一发顶到吗 有一头打一发 不打 直接让自己的枪兵去解决 剑斌勇士在前方继续输出 砍掉了所有的冲车 三台投石车 最后活了下来 这边我已经能高打低 打掉了非常多的马弓 马弓数量有点溃不成军 这波冲车有点炸裂 但是后方的偷架部队也已经成型 开始在这边对打了 但是这里回家的速度很快 直接拉到城堡 城堡的下方 开始用城堡斜防 没有问题 但是第二波大洛马开始冲过来 再偏向大冲车 洛马的目标依旧还是投石车 这一次的防守都能出现漏洞 好直接上来 打掉两台投石车 工程器现在有点危险 投石判了一发 好拖掉输掉 搞定 好 中虫 这里还有两台 看是枪并已经过来了 快来救一下 危机人这一波打得很极限 好搞定了 你竟然现在支援量非常充足 凶人已经没什么支援了 黄金已经花光了 虽然用冲车也是可以值得一用的东西 但是遇到投石车还用冲车 通常都是被砸烂的份 那果不其然这一把也是被投石车给砸烂的 好 结果这一波是怎样 这个投车有点送 好 送掉了一台 这台没有拿下 好下方的肉马配马钩 想要从后面溜进去 但是这里都是万里长城 我这边表示 你就慢慢绕吧 我这边要先来帮你都市更新了 先都更一波 好 前方的围巾人 下了金瑞 狂战士 点剑勇之后还可以点狂战士 围巾人是 负到流油啊 怎么可以负成这样 哇 两千多块黄金 好 上面再继续戳 好 中人还没有放弃 他觉得我还有希望 这边我抓到了一些村民 肉马继续绕 好 但是这一波怎么直接走到城堡 向往直接大屠杀 哇 这边村民直接倒了一大堆 枪兵的部分 没有办法继续补吗 马弓的数量 还是维持在十斤左右 从车没有砸到 最后是被马弓给点掉 后方的枪兵 努力在输出当中 上方的部队 战毛兵反击掉了 强无强全倒光 后方枪兵直接戳入掉了一堆大肉马 左边的路线 依旧是有城墙的部分 没有办法突破 这边补下了两个工程器制造所 中了这边 还没有放弃 还想继续进攻 但是上方的肉马 开始有点 将 海不起来了 可以看到人口的数量 一直没有突破200人口 我会见到这边 这边转出了围巾狂钻师 这些数量并不多 还是走了一个 强弩路线 左边的部分 战毛兵 没有再继续出 那这边两个工程器制造所 不够拿起来吗 这边大肉马 怎么直接撞到了枪兵身上呢 这一波围巾又是大钻 后面的战毛兵 已经开始量产起来了 这毛病够多 打枪兵是ok的 好 头车砸一发 头车的目标 哦 这边在炸肉马 枪兵回防一下 但是要被砍掉一排头车了吗 没有 头车砸一发 哇 炸到后方 战毛兵 再来一发 又到了 舒服了舒服了 这一波头车 又有伤害了 杀了15只的单位 好 左边的冲车要顶过来了 现在 围巾狂战士 数量 还有19只 打个18 现在 围巾人 要再继续出更多狂战士才行 只要出越多狂战士 凶人就越没机会 因为狂战士也不怕战毛兵 你敢靠我 我就哪敢拿我的斧头敲你的头 好 我接着表示 你就来 反正我会回血 哇 这个战毛数量还是有点多 但是没关系 我们到更多狂战士 直接冲出去 头车 哇 好险有及时拉走 看到头车 还是有反射性的 把战毛兵往后拉 好 但是头车车现在附落在了 马舅的 出生点 现在肉马一出来 就可以砍到 头车的机会很高 好 两边的冲一出 一样是113 持平状态 但现在冲的是多少 不重要了 重要是正面 能不能守住 这一波狂战士 继续在高地 厮杀当中 肉马一出来 就被狂战士 给包夹 给搞掉 好 这时候凶人 打出了GG 我们恭喜围巾人 拿下 比赛的勝利 最后围巾人 拿出了自己的 所有的杀手剑 剑勇 枪兵 战毛 强奴 还有头车 自查大通车没出来了 不然该出的都出了 骑兵路线 基本上到地上时代 不太会出喔 除非走清骑兵 才有可能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不要小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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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